欢迎回来继续Focus 来看中国现在的疫情 那么特别是 香港已经冲破 单日新增确诊600人的严峻疫情 春节假期过完之后 中国大陆跟香港疫情全面升温 中国大陆我们昨天Focus的 广西摆设市 在5号到7号 短短不到三天之内 累计了确诊99例 因此立刻封控 开市就关起来了 那么香港单日新增在破记录 昨天礼拜一播报的时候 是破600例 8号暴增625例 中国是坚持动态清零 要求香港不要谈什么与病毒共存 香港的七成确诊者 都找不到感染源 但检测能量又非常的有限 所以香港政府 现在先用全民自我检测挡一下 大量采购快筛试剂 发给700多万港人 赶快自己先快筛再说 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街道上行人寥寥 除了检测站 有民众排队做筛检外 街上几乎没有人 店家也都关门不做生意 光西摆设市 忽年开工就全市进入 风控管理 每一户呢 我们是发放一张通行卡 通行卡 每一户呢 只能够用一张通行卡 出来采购紧急的物资 其他的都在家里面 从5号发现本土确诊 到7号中午 广西累积病例数已达99例 目前掌握首例病例 应该是从省外感染 再返回摆设市后 透过年节频繁聚餐 扩散开来 大陆广西疫情正在升温 而香港疫情则在春节过后 更加失控 7号香港单日暴增 614例确诊 冲两年来新高 其中超七成确诊 感染源不明 8号最新单日确诊 竟在破纪录达到625例 香港就破疫情 多数感染的是Omicron病毒株 但也有Delta传播链 在难以找出源头下 只能扩大筛件 香港的核酸检测量呢 十分紧绷 受限每天的检测量 最多在10万次左右 香港公司采取市民院检浸检 和部分疫区强制 微风检测 就已经应付不来 甚至有议员提议 状况危机 有必要全民筛检 港府直接表示 能力有些 因为香港的能力是有限 能力有限 不是纯粹 只是实验室 你都要采用 市民也都要有一定的接受程度 才可以做到这么大规模 正如当年 都是做到178万 港府在折衷之下 改推全民自我检测 决定大量采购快筛剂 免费发放给 700多万香港市民 并且考虑下场检令 规定大家 在一定时间内 完成快筛 有一个周末是另一个放了三至四天的假 然后接着就叫他们连续隔日 这样做 就是说是做两次 在派这些快速的抗原测试的套装的时候 顺便放了个心喉台 放进去 给那些是阳性的人 迅速这样留一个心喉台的样本 然后那个样本 就是说在网上也好 或者是电话也好 就能够是找到一个触碟公司 拿一张送去实验室 日日便有结果 除了推全民自我检测 也重启在马鞍山体育馆的火焰实验室 预计搭建16个重启实验室 还将从大陆调派100到200人 到港支援检测 估计一只抽一好之后 就大概就大概有100台机器要混入来 跟着要测试机器各样东西 我们希望大概15号之后 就可以开始投入这个服务 火焰实验室投入后 香港每天检测量有望提升到30万次 而比较大陆对疫情动态清零要求 当官媒新华社和人民日报 则先后发文下指导期 提到香港如果选择与病毒共存 就别提与大陆恢复免格力通关 港府最新宣布将限聚令从4人紧缩成2人 另外关闭宗教场所和理法店直到24号 升级防疫不打清零不罢休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